大家好,我是荧光,一位小说作者,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《上山》呢,是一本历史题材的虚构小说,主角是唐代著名诗人王维 大家一定知道,王维是有名的山水派代表诗人,而且他被史书称为诗书化粤似绝 而且是年少得志,18岁就高中状元,可以说才华为诗人所称颂 不过呢,在安史之乱这样一个国家大义的关口,他却选择了接受伪朝的任职,成为祥臣 可以说,这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讲,是一个难以抹去的名解有诗之处 他会一直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,这也是后来一些人不太喜欢他的原因 那我写这本小说呢,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想为他证明,为什么他会在那个时候做出那样的选择 我想历史只会告诉我们人物做了什么,而小说可以去填补,去想象人物为什么要那样做 其实在我看来啊,王维是古代文臣的代表 他有着古代文臣所有的气节,也有着古代文臣所有的妥协 更有着难以言明的心路历程,去重现这些心路历程,去让不可看见的被看见,不可听见的被听见 或许就是我写这本小说创作这些作品的来源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